白色煙霧瀰漫 地上像下過雪一樣 帶給人驚喜的耶誕擾人 站在公車後面 不要以為他是來發禮物 因為他正緊張的向警消求救 而地上的雪 其實是滅火器的乾粉 一旁熱情民眾也出來幫忙滅火 剛才開到這邊的時候 有一台小車 他跟我按喇叭說 我後面起火了 我就趕快靠邊 再燒 然後後來那個先生先幫我先噴 然後不夠 我車上有再拿下來再噴 這起公車驚魂 就發生在耶誕節當天 下午1點40分左右 汐止社後往景美方向的284公車 行進台北市內湖城公路 二段附近時突然冒煙 燒焦味四處飄逸 有煙一看 下面就開始燒燒的 不知什麼原因 公車車尾內部馬達 突然故障起火 當下零姓司機沒有發現 幸好有熱心民眾提醒 穿著耶誕老人裝的司機 抓起滅火器下車查看 所幸即時發現 車上十多名乘客全都安全離開 耶誕節當天公車司機 不只要穿上耶誕老人裝 還要幫忙滅火 這個耶誕節 耶誕老人真的忙翻了 記者柯斯安 吳姿怡台北報導 發動人性障礙